來各位對於昨天的最終形態的開箱 我只剩10萬分的歉意好不好 我真的非常的非常的對不起大家 我真的太急了好不好 真的很抱歉很抱歉 既然這樣好了不然我們等台版發售時 我們抽一盒給大家 OK嗎 所以呢那今天的話就跟往常一樣 啊就這兩支影片 昨天那支跟上面那支 不管是想要指責我 還是想要一些更正等等之類的都可以 想要留言留什麼都可以 我會從這兩支影片裡面 抽選一位送出一個這個好不好 等台版發售我會寄出好不好 我應該會直接公布在社群部分 所以呢 有興趣可以稍微關注一下 所以呢我在這邊的話 一樣在致上我們12萬分的歉意 我很抱歉 3的系統這邊其實有個小小的問題 他3這邊這個把手其實可以收進去的 只保留後面這把手 我一直以為他這兩支要併在一起 變成兩個把手這樣疊在一起看 當初在開頭我真的沒有發現到 我很抱歉 你在拔出時 他會有一側的握把是收進去的 然後另一側展開 所以呢差不多是這樣的結構好不好 還記不記得昨天我們的一個 Mk9對不對 但是呢 Mk9它的前身是Mk3嘛 所以呢 你們要找個點 Mk3這個東西 理論上來講 應該是全員都可以使用的 只是頂多只有技指才可以出發 第九階段這樣子 所以呢 沒道理不把這些正規全部代扣 搭配我們的Mk3進行進化 因為呢 當初Mk2有個大問題也是 它那個卡頭部分 導致它只能跟 我們的雷射補手機連動 可是Mk3就不一樣 它是故意設計成只有半圓形 所以呢 所以基本上這些道具 通通都是可以跟它聯動的 我覺得未來應該是有機會可以看到 大家使用Mk3進行變身 因為畢竟男手下有力量嘛 而且他自己世界人 所有騎士在開始團結 所以呢 總是要賦予大家新的力量 所以呢 我個人覺得這些東西 拿來變成應該是非常非常有機會 好不好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來測試看看 哇 不錯不錯不錯 欸這些東西其實擺起來蠻漂亮的 因為這次的道具都蠻大的 我會喜歡 好 那我們現在就 好了各位我快想一下 我覺得還是先弄牛牛開始啊 畢竟他最想要獲得力量嘛 我們再這樣依序這樣撤回來 然後最後才撤我們的Gids好不好 畢竟Gids昨天大家看過 我怕大家看得很腻啊 然後呢 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剛好是同一天拍攝的啊 所以呢 有一些部分畫面有問題的話 才請見諒一下 所以呢 我這種話都會補上修正畫面 跟我們的修正變身 修正下會有部分畫面定格 就比較抱歉一點 跟我們以往Mk2啊 跟我們的Boost啊 風格差蠻大的 我覺得算還不錯 大概如果假設劇中要變身 應該就長這樣 下半身是白色 然後上半身是我們的殭屍啊 或許殭屍可能會強化 就跟當初使用拉罵機是一樣的 再來換我們的貓咪啊 OK這個畫是我們修正之後的一個樣子啊 嗯 其實這樣還不錯啦 還不錯 有沒有 好 這邊真的很抱歉 這邊再次跟他道歉一下 所以整天差不多就是這樣的感覺 不得不說 歸功於這個本人屬於比較後面推出 所以呢 音效上面我覺得相對前面幾個來講 比較華麗一些啦 久久不見的Punk Jack 嗯 可能是因為或許我這個太少聽啦 所以聽起來也蠻新規的感覺 不知道什麼 這邊的話 就是Mk3 加上我們的怪物套件 這個搭起來其實還不錯 就是那種風格迥異 但是又不是協調感 我還蠻喜歡這樣的配色的 來 雖然它是劇場版的 但是還是多少給它用下 基本上 基本上工程套件會完全阻斷掉這個 所以就會變成兩邊互卡的狀態 而且又加上 它這個的話 會完全卡住 看起來非常詭異好不好 所以總管講這兩個東西 真的是完全不搭啦 所以這個的話就稍微可惜一點 衛宮大俠來了 我真的覺得好失望喔 不知道我越來越失望耶 當年我故意在破解代碼片的時候 我沒有特別講Mk2跟Mk3 最早原來是因為 我不想讓我自己這麼早被破梗 早上應該早點被破梗 因為完全一樣 Mk3跟Mk2跟Mk1 他們搭配不同套件 竟然跑出來的音效都是一樣的 頂多就只有轉的那一瞬間的時候 它的音效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有一點可惜啦 一點點一點點 這組絕對是最明顯的 我要先說 M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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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說一句 這個真的聽起來真的太帥了吧 因為呢畢竟這個是主打 所以呢 它這個音效跟其他真的不同的方向 其他就是頂多可能變比較酷 但它這邊還會多一個旋轉特效 所以總管講這個 就算我覺得音效一樣也沒差 因為真的很帥 我真的喜歡這一套 大家的不是都數據中 看起來更加更加誇張啦 到結局都完全屁字化啦 帥帥帥帥 然後呢再來就是我們把它測試一下 牛牛最愛的一個型態 Sex Friva Monster Hit Friva Monster 哈 我以為我可以一次轉出我們的一個 BOOST啊 可惜了可惜 要我說的話牛牛後半呢 使用這道具我覺得是非常滿合理好不好 比起永久使用BOOST 還不如使用這個 因為你可以應對各種情況切換自己的能力 畢竟都你的世界了 我只是喜歡用其他道具方便我追捕而已 或列殺啊 最後就是 BOOST BOOST Lun 金 O BOOST BOOST Mark III BOOST Ready Fight 這個腰一塊燒起來你知道嗎 好帥喔 可是比較確定就是它們兩個沒有融合在一起 就是BOOST Mark III 跟BOOST就這樣而已 哇 這邊電子真的很帥 我覺得這邊沒有用電子有點小可惜啊 但是用電子感覺好像有點太醜了 所以就見一見智啊 好 我們這邊差不多就把我們的代庫全部測完了 我要先鎖起來啊 我們之後還要開個Giz片好不好 大家稍微忍一下 因為我想要幫Giz做個新入歷程啊 畢竟Giz每個鞋都超級適合 而且都有固定的一個搭配啊 我們這一個 如果讓它插入我們的Mark III圖像大概長怎樣 我們就來測試看吧 哇 它整個螢幕快燒起來 好帥喔 剛才那是必殺技嗎 我讓它進入到你們已經被有控制的狀態 太亮了吧 好帥喔 我的天啊 整個螢幕燒起來 因為當初我們的Mark II已經看起來很燒了嘛 但是這次的話是直接 從原本比較燒變完全白光 整個燒完全快睜開眼睛 這個就讓我很驚訝 我當時想到 欸 可不可以跟Mark II差不多 就完全不一樣 看出來他們真的是有幫一二三做一個分級啊 欸 那分得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好了各位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將我們的馬克系統 全部測試完畢好不好 就是Mark I嘛 這邊拍過一集 Mark II也拍過一集 因為我幫它解除限制 Mark III這邊也拍過一集 所以基本上 一二三 他們除了自己裝備之外呢 還有他們轉的那個爆發音不一樣之外呢 其餘部分連動都是一模一樣 我覺得這個真的非常可惜 因為我想說當年Buildo一共收了30種嘛 就是光那個滿瓶子的30種 我想說GEEZJ採用這個 應該也會這麼驚艷 結果稍嫌可惜啦 我自己覺得 有點感覺沒有像當年Buildo這麼震撼啊 可是有一說意啊 還是非常好玩就是了 因為當年Buildo的瓶子 很精美是很精美 真的太小了 而且沒什麼東西可以懂 可是這次在套件上 他們就做了非常多樣的一個變化 每個的玩法啊 轉法通通都不一樣 我覺得非常棒是不錯啊 這個東西能玩到Mark III 又可以玩到九尾模式 我這一重點來講 已經算是非常划算了好不好 所以呢 算是很吉利推大家可以購買看看 這一個Mark III系統完全測試 請大家在這邊我們下集的版本